字幕志愿者 三otta 为了 command intention 来陆Gijil 有十八雷英童 现在 都是装作一天 食用艳发师 在大屿山 一住就五十多年的 看着前面这座山 有人说叫大象拖小象 大鱼山向南都成就佛教的修行人 为何寺院会建在山上呢? 同样之后佛寺 佛寺主祖寺 师傅,现在的世界都比较苦 那今时今日,你有什么啟示给我们呢? 很不安定 每个人都有个心很不安定 很多不满的社会 原来你的生活改变了 去到一个挖头脑的感觉 去了休之后无所迟事 想拥有大拥有 会觉得不太甘心 就算你痛苦也好 来到一些那么舒服的大自然里面 突然会很舒服 为何这个舒服会有呢? 这个棵树没有喜欢或不喜欢 其实大自然教我们很多 所以认识我们本来已经有 很漂亮的 有位趁着几天宝贵假期 来大如山禅修的学生 跟我说 来近这几天 一样每日行程 节目 都有人精心安排 一样 有人为你妥善准备山滩 你一样可以轻松愉快 去享受一个难得的假期 要做的事 是很简单 就是不说话几天 放下你的胡思乱想 真真正正休息一下 在松林里面 收集一下 你本来的智慧 在松林里面 葛修寺这里 十几年前本来是一间传统的寺院 多年来慢慢收集发展 现在就成为了一个禅修中心 他们承计了上江山陆湖区佛教修行的传统 令这区又再活潑起来 来这里修行的都市人 会学心如紫水 冬奏区佛教修 充在汤区佛教修 葛修佛教修 充在汤区佛教修 愿兴奴 扛守美国 贪恨为重 正知良药 愿兴奉 为圣道业 应守此识 让明忠声 唤醒众生的心 恢复内心的和谐自在 纯洁清明 令所有法界的众生 离苦得乐 藉此共生回向 香港及香港市民 中国及中国市民 转化所有负能量 善根增长 互相尊重 珍惜生命 珍惜友情 成就香港及中国在心灵 及发展得到平衡 活出有素质的文化 手向世界大同 愿世界和平 唤醒世人 和平是从每一个人来心出发 让所有宗教领袖 所有宗教团结 互相尊重 让所有国家实践互助 互爱的精神 城市民 切河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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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